嗨 大家 開場都永遠這麼尷尬 現在要來開一下這個 這個是我去年去日本的時候 在他們的アニメ買的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 我剛剛看完刀剪神域 我記得我好像是看三部吧 還是二部 就是我在那一部里斯上面看的 然後看完之後因為非常的喜歡 不過我記得我那一次去的時候呢 最主要是為了買那個 アダラシジョシワドテンレン 就是那一本漫畫的書 因為台灣沒有出 我是為了找那一本漫畫 逛著逛著呢就看到這個 就想說順便一起買好了 我們來開一下它 其實應該是去年7月的時候就買了 到現在才終於要開箱它 買回來之後就一直放著 然後就一直 就一直沒有開它了 它上面有寫說打開之後 它有全三種 然後這裡有那個 拓人 等一下喔 一時之間怎麼突然忘記名字了 KITO是拓人嘛對不對 啊 同人還是什麼 好 這邊不能撿喔 就是打開 反正它裡面上面 它上面有說全三種 所以打開應該有三種 就是同仁 雅思納跟希卡 我其實有點忘記我買多少錢了耶 你還記得嗎 忘記了太久了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內容物好了 其實我第一次買這類型的東西耶 這是這裡也可以開嗎 它這裡還有虛線耶 你們會真的試看嗎 因為它這裡有虛線 我想說 這應該可以開吧 我下次應該開下漫畫給大家 先給大家看一下外盒 上面有寫它全三種 好可愛的雅思納 彩色 哇 興奮興奮 打開之後裡面又有一個盒子呢 長三盒 所以它其實這店裡面給人家買的時候 是給人家一盒一盒買 然後就是把這個拆開嘛 然後這樣 有點像百事三盒放在哪 然後看你買到哪一盒 哪一個角色 但如果你三個角色都要的話 你就一次把一整盒 一整組全部買回來 我是有說它叫合完用醜的 因為我第一次買不是很了解 但我是有對這個比較了解 因為他們家超多玩具模型的 欸 不是吧 這是要自己拚嗎 它不是你買那個模型打開 它就是完整喔 不是喔 完全…完全誤解了耶 因為它打… 真的是要這一組 它好可愛啊 這一支是西卡 這一支是西卡 還有一支一條臉 有點鬼騙的感覺 但沒有關係 因為人物很可愛 很可愛 我們先三盒都拆開吧 其實近幾年啊 就是一直很常會出現這種就是 進到虛擬的實境裡面 然後玩遊戲 然後在虛擬遊戲裡面 感覺很像是在現實生活中的那一種 其實我還滿嚮往 未來真的有這種技術的 我還記得有一個叫野蠻遊戲的 也是這一種的題材 然後我覺得名震撼柯南比較強 它不是有一部是那個貝克街的亡靈 它其實也是類似這種題材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就覺得超酷的 但如果真的是做得太厲害的話 像刀劍神域這一種 就是真的會發生危險的似乎也不好 名震撼柯南的那個好像也有發生危險 那種的話這全部都不好 童人為什麼看起來就是 好像在撒嬌 你看剛剛打開 童人的最可愛耶 我裡面的角色其實很喜歡童人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就是有一點點 自認為自己就是自己一個 獨自一個人的感覺 但是又有一種萌萌的感覺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角色 然後打開立刻就要掀開童人的 它其實也不太需要什麼拼湊耶 因為它其實就已經是差不多好了的東西耶 然後它還要拼喔 童人 是不是很可愛 可愛耶 記憶記憶感 來拼一下它 這個要怎麼拼啊 這樣其實是把劍組裝上去就好了 為什麼要搞一個這麼難的東西 它哪來那麼多劍啊 背那麼多劍幹嘛 掉掉了 我覺得它單純就是一個人站在這兒 其實也是滿帥的 好 怎麼辦 看不懂耶 它身體的關節其實超好動的耶 第一次買 覺得它的細節其實做得還滿好的耶 你們大家有買過嗎 我覺得還不錯耶 喔 好像有一點這種感覺了 有沒有… 它本來是沒有這個的跟劍的 我就把它組裝上去 所以它背影現在看起來比較帥 這是要怎麼站直的 因為這裡為什麼要有一隻劍 好難喔 我的媽耶 而且可是它背後這個 喔 這個也是 這個是可以這樣蓋的 不行耶 它真的是要幹嘛 它後面就是這個可以讓你站直 這個就完成了 看起來是不是滿帥的 我覺得還滿精緻的耶 就是你原本沒有自己弄好的時候 它其實 就還滿可以動的耶 可是它有點站不太穩 欸 欸 這快掉了 姑且算是完成 這樣 真的很可愛 我對這個真的是很不會耶 現在開到第一個已經覺得累了 我以為這個開箱就打開 看一下它的長相 然後就結束了 殊不知就是 哎唷 這是要自己裝的 喔 這是給它站的耶 它還有立台耶 哇 那為什麼同仁就沒有立台 哎唷 同仁倒了 同仁現在在這裡 你先發大一下 大家看了不要生氣 因為我是第一次用 看起來可能沒有很專業 欸 手斷了 欸 為什麼一直掉 我雅思納的好了 雅思納好快 對 它露出它這個 手勢友剛給了我這個 我覺得這好像有點太威猛了 一夾它真的就斷了 但它有點太大隻了 底座等一下再做好了 底座好難喔 接下來是西卡 請你們看就雅思納的成型 是不是也是滿可愛的 欸 你怎麼 同仁怎麼一直歪掉 為什麼你的看起來特別的複雜呢 好 你還有一隻飛鳥 到這裡啦 到這裡 可惡 難怪你的怎麼想說 欸 怎麼這麼多顏色 它上面都會寫說 喔 這裡有1 2 3 4 5耶 我現在才發現 真的是不愧是菜鳥 好了 好了 這隻長這樣子 小隻的 是不是很可愛 成功 這個還用塑套保護耶 雅思納跟同仁的都沒有怎麼 西卡的油 疑惑了一下 現在好像稍微懂了它的 這個怎麼用 所以 好 好 多快 嚇死我了 D2 D3 你講的是這樣講 但我真的塞不下去耶 好 塑 塑膠塑膠 很麻煩 欸 頭一下撞回去 剛才開始有點驚悚 好 完成了 西卡 這隻頗可愛 但我等一下可能要再好好的再用一下底座 它的底座我覺得有點難耶 我剛剛研究了很久 一直裝不好 欸 你是要站著嗎 同仁一直很想翻車 好 我們前後站 前後站可以啦 然後我沒有幫他們換臉 因為我覺得原本臉其實就滿可愛的 雅思納 可能有人 西卡 還有這一隻 我差點忘記它了 這一隻它是要飛起來的耶 我應該要怎麼拍它 這一隻是西卡的 好 完成了 我只能說我下次買的時候 我會特別注意看它是不是需要組裝的 而且組裝真的還滿有趣的耶 因為它滿簡單的 我知道 我知道大家如果很常組裝遊戲 一定覺得要玩得功 因為我到下載發現它旁邊這裡有序號 有編它就1234567 我剛剛完全沒有發現 我想說它這邊寫說1要接上2 可是又沒有共說1跟2是哪一個 我哪知道 結果原來它上面就已經有寫了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 這部影片就是這樣 大家掰掰 我們現在就結束了 終於開封塔了 不過底座我應該會叫我室友組裝 欸 等一下 有道理啊 雅思納妳要去哪 然後我覺得它細節真的做滿好的 因為你看它這個 真的就是可以一直晃來晃去的 可是就是很容易掉耶 我覺得這是不是 後來應該要把它黏起來啊 可是黏起來它又不能動了 好啦 大概就這樣 掰掰